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马里总统戈伊塔。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马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马友好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 60年前,双方发表联合公报,首次写入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倡导尊重国家主权、发展独立经济、不干涉内政。 这些原则既是中马长期友好合作的指南,也是中非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先生。 当前形势下,中方愿同马方弘扬传统友好,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为马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赴马里投资,深化农业、能源、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希望马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安全保障和政策便利。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支持非洲人民自主决定前途命运,愿同马里等非洲国家相互支持,携手走符合各自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本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致力于拨画新时代中非合作新蓝图,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马里等各方一道,推动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戈伊塔表示,感谢中方主办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并给予我们热情友好接待。 马中两国人民拥有兄弟般情义,双边合作真诚务实。 感谢中方为马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各种宝贵帮助。 马方希望进一步巩固马中友谊,提升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农业、能况、安全等领域互利合作。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马里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马中两国都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都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马方赞赏中方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努力和贡献,期待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 我们下来订阅。 在互助理发展,我们下来订阅很多小赤区。 我们下来训阅。 感谢观看